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媒炒作中国测试高超声速导弹 中国外交部表示 这是中国进行的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多国菜篮子疯掌韩国牛肉 一斤600多元人民币 俄电竞队击败中国电竞队夺冠 获得1.17亿元人民币的奖金 日本海底火山活动频繁 近期日本海底火山再次喷出新陆地 对此日本各界似乎兴奋不已 希望喷出的新陆地被认定为岛 日本火山喷出新岛 据日本媒体报道 据东京大约1300公里的福德岗支场 海底火山自今年8月喷发以后 在海面上形成了一片新的陆地 现在我们来到了海底火山福德岗支场的上空 可以看到有一座小岛 这是八月份该火山喷发后新形成的火山岛 至今还在 与之前相比 新岛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消失了 估计是海浪侵蚀所造成的 大片热气腾腾的是蒸汽吗 目前日常在海浪侵蚀所造成的 目前日本全国境内共有一百多座火山 名为福德岗支场的海底火山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8月该火山喷发后 在海面上形成了一片新的陆地 那么这片陆地在国际法上 可以算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岛屿吗 根据1982年通过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 岛屿是四面环水 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 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 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 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海洋上的一片陆地 到底是定义为岩礁还是岛屿 直接关系到沿海国是否能依据这片土地 拥有专属经济区 按规定 专属经济区是临海以外 并临接临海的一个区域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 拥有从事经济性勘探和开发等活动的主权权利 按日媒报道 这是自明治时代以来 福德岗支场火山第四次在喷发以后 形成海上陆地 但前三次形成的陆地最终都消失了 如果第四次喷发以后形成的陆地 被认定为岛屿 不仅意味着日本一下子多出来 数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 还意味着将出现大量开发海洋资源的机会 日媒对此兴奋不已 火山研究专家野上建制教授说 这次是在大规模爆发后形成的 海底可能正在上升 有可能继续形成新的岛屿 感觉令人遐想的空间越来越大了 实际上日本因火山喷发形成的陆地 不断扩大而修改临海面积 早有先例 2013年11月 位于福德岗支场海底火山 大约300公里之外的西枝岛火山爆发以后 该岛不远处的海面上 出现了一片新的陆地 由于火山熔岩持续堆积 新形成的陆地面积不断扩大 与当年12月与原本的西枝岛相连 形成了一个军岛西枝岛 火山喷发前 西枝岛的面积只有0.29平方公里 2020年6月的最新测绘数据显示 新的西枝岛面积 已经增加到了大约4.1平方公里 是原来的大约14倍 日本先后于201年 自修改 日本官方认定的本国领海面积 比喷发前增加了70多平方公里 作为陆地的一种形态 一个岛屿的最终形成 是一个长周期的自然地理过程 日本方面假如把海底火山喷发以后 发生的隆起 就武断地定义为岛屿 这会是非常草率的 而且是不严谨的 假如还要据此去声索 领海和专入经济区 那就更是华天下之大计了 日本企图变焦为岛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日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岛屿 可谓是费尽心思 其中最常用的就是 只焦为岛 变焦为岛 位于日本最南端的冲之鸟礁 是太平洋上一处 随着长潮退潮 而变化高度的岩礁 最早由西班牙人发现 1789年 英国任威廉 道格拉斯详细记载了 岩礁的经纬度 并将此礁命名为 道格拉斯礁 其后这一称呼 成为国际通用名称 可见在当时 国际上普遍认为 冲之鸟礁是岩礁 而非岛屿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日本也承认 冲之鸟礁的岩礁性质 但20世纪80年代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后 日本开始通过各种手段 在礁石周边 修建了各类设施 企图将冲之鸟 变礁为岛 遭到包括中韩等多国的 强烈反对 分析称 冲之鸟礁附近渔业和 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 如果冲之鸟礁被认定为 岛屿 那么其周边获得的 专属经济区面积 比日本全国的陆地面积 还要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曾介绍 冲之鸟礁是西太平洋上 远离日本本土的 孤立岩礁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该礁不应有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其周围12海里 以外海域许公海 各国依法享有 捕鱼自由等公海自由 2012年4月 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对日本外大陆架 话计案做出建议 未认可日本依据 冲之鸟礁提出的 非法主张 那么日方呢 以区区两张床大小的 这个岩礁 来主张70万平方公里的 管辖的海域 我想这也未免 心太大 胃口太大了 所以这实际上 也是对公海和国际 海底区域的大面积的侵蚀 和对国际社会 整体利益的严重的损害 那么日方呢 我们也注意到 口口声声都说 要遵守国际法 我们希望日方呢 能真正的言行一致 真正的做到知法守法 第二岛链上 海底火山喷发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 福德纲之长火山 与西枝岛都位于 日本小丽园群岛 而小丽园群岛 是第二岛链的 重要组成部分 日媒称 最新发现 小丽园群岛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岛屿 硫磺岛 也出现了火山大规模 喷发的迹象 现在我们的飞机 正在靠近了硫磺岛 闲窗下面看到的 这片非常平坦的土地 就是硫磺岛 二战期间 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现在我们看到 散落在海边的 应该是乘船吧 这是很多艘乘船的残骸 是当年美军 为建造港口而凿沉的 专家推测 由于硫磺岛附近的 火山活动趋于活跃 将原本沉没于水中的沉船 推上了海岸 专家是日本的100亿烧火山 一般的变化是激烈的 一几个烧火山 一几个月当中 10cm左右流域 这样的事も繰り返している 特に今の時期は 西之島 福徳岡野巴 これからここと 同時に活発化している 時期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大きな噴火が来る 可能性は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目前的硫磺岛 由日本自衛隊管理 登岛需要特许 一般民众无法到达岛上 美军自将该岛作为 航母舰载机 陆上起降训练的地点 日本方面非常重视岛屿 除了它要寄予岛屿周边 可能带来的海洋资源之外 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个 日本在近年来 一直声称 要做所谓正常国家 第一步 就是要做一个 所谓海洋大国 所以近些年来 日本方面一直是 想方设法地去扩大 他们海洋声索的范围 这是因为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約的规定 一个岛屿 就可以享有 大约43万平方公里 的专属经济区 这个面积是要打于 日本的陆地面积的 所以 他们对此是 非常的重视 另外一点 美国当前 积极地拉拢日本 去推动所谓印太战略 其中一个重要的抓手 就是全新的岛链部署 甚至有可能搞出 第1.5岛链 2.5岛链 这跟日本密切相关 所以日本当前 非常重视岛屿问题 也是在给美国的印太战略 去敲边谱 外媒近日炒作 中国设计 性能先进的高超声速武器 对此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进行的是一次 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月18号就外媒提出的 有关中国是否进行了 高超声速导弹测试的问题 表示 中国进行的是一次 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此次试验是一次 例行的航天器试验 用于验证航天器 可重复使用技术 这对于降低航天器 使用成本 具有重要意义 赵立坚说 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 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 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世界上有多家公司 都开展了类似试验 此前英国金融时报 在当地时间17号的报道中称 今年8月 中国试射了一枚 可搭载核弹头的 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 和以往的弹道导弹不同 该飞行器在飞向目标之前 先在近地轨道空间 进行环绕地球飞行 随后再重返大气层 展示出了先进的性能 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意外 英媒还言之凿凿地表示 该高超声速飞行器 可能是由长征2号 比营火箭送入轨道的 理论上 中国的高超声速武器 可以飞越南极 对目标实施攻击 称 这将对美国军方 构成重大挑战 因为美军现有的预警雷达 大多朝向北方 主要用于防御越过北极的 洲际弹道导弹 而在南极方向缺乏预警 18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就英国媒体的这些报道 做出回应 所谓高超声速武器 指的是 以高超声速飞行技术为基础 飞行速度超过五倍声速的武器 同时 与按照抛物线轨迹飞行的 传统洲际弹道导弹不同 高超声速武器的飞行轨迹 往往极不固定 可以频繁变轨 因此敌方的防御体系 几乎无法拦截 由于突防能力强 打击精度高 航行距离远 近年来 各国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 展开了激烈角逐 启动了多个研发项目 特别是美俄等国的投入 仍在持续加大 俄罗斯是首个批量 列装高超声速武器的国家 自2018年以来 以列装的同类型武器 主要有先锋 及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先锋是以高超声速 滑翔飞行器为弹头 以洲际弹道导弹 所用助推器为动力 再聚的洲际导弹 弹头最大飞行速度 据称超过20倍声速 先锋使用固定发射井发射 其弹头可在飞行过程中 机动变轨 有很强的突防能力 笔手则是一款由米格三十一战斗机搭载的空射高超声速导弹 主要用于打击敌方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 发射后的飞行速度可达十倍声速 同时俄罗斯还在大力推动海基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制 10月4号 俄海军首次通过核潜艇发射了告石高超声速导弹 据俄新社报道 告石的最高速度达到约九倍声速 最大射程为一千公里 主要用于打击敌方港口和军事基地等在内的重要基础设施 与俄罗斯相比 美国在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发方面起步更早 各大军种都有各自的高超声速武器项目 但至今尚未列装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2022财年申请的高超声速武器研发预算 高达38亿美元 同比增加6亿美元 按计划美国最先服役的高超声速武器 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为美国空军研制的AGM-183A导弹 主要由B-52战略轰炸机搭载发射 应该说美国其实是走了一个弯路 高超音速武器发展的途径就要有两种 一种是助推滑翔 就是用火箭把武器打到一定的轨道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利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那美国呢才其实是后一种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技术并不成熟 几个重要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呢 仍然处在实验的初期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美国确实没有钱拿出来研发先进的武器 而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 它走的一条发展路径呢 就是把原来的洲际弹道导弹 比方说SS-18 它作为助推断的火箭系统 其实是利用旧有的一些技术通过系统的整合 来实现整个一个武器 非对称的跟美国对抗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方面呢 已经落后于俄罗斯呢 这是一个不中的事实 全球供应链紧张 令多国菜篮子疯涨 韩国牛肉每近600多元人民币 日本肯德鸡无薯条可卖 印度蔬菜价格翻番 日本经济学家认为 恶性通货膨胀来了 韩国肉价普涨 继猪牛肉之后 鸡蛋 豆腐等蛋白质食物的价格 也纷纷上涨 蛋白通胀现象愈演愈烈 席卷全球的物流危机 推高了韩国的菜篮子价格 深受韩国民众喜爱的 五花肉批发价 已经突破每公斤2.5万韩元 约合135元人民币 创下近10年新高 在大型超市 五花肉售价为每公斤3.4万韩元 自2011年爆发口蹄疫以来 时隔15年 五花肉的批发价格 首次突破了每公斤2.5万韩元 韩国民众感叹 肉太贵 吃不起 牛肉价格已大幅上涨 在韩国超市鲜肉区 一斤牛里起肉的标价 已超过12万韩元 约合652元人民币 不少民众拿起一盒肉 看了看价格又放了回去 猪肉牛肉变成了天价肉 消费者和商家同样苦不堪言 在韩国烤肉店里 虽然菜单的价格没变 但菜量明显缩水 这是一年前花5万韩元 约合270亿元人民币 能买到的五花肉 如今同样价钱买到的肉 少了两条 一年前花5万韩元 就能买三斤半的五花肉 如今只能买三斤肉 韩媒认为 韩国肉价普遍上涨 是全球供应链危机造成的 由于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国 美国的物流体系陷入混乱 导致海上运费飞涨 韩国肉类进口量大减 国内肉价一路飙升 加上鸡蛋 牛奶 奶酪等食物 也纷纷涨价 韩国的蛋白通胀现象 进一步加剧 目前韩国鸡蛋价格 比去年同期上涨70%之多 豆腐 火腿 食用油 蛋黄酱的价格也纷纷上涨 食用品中心的价格也纷纷上涨 食用品中心的价格上升 是在家里的 实际上的家床的家床金融收入 因此经济回復的障碍 不过国民的生活货 更深的情况 印度蔬菜谱长 在印度德里奥克拉地区的蔬菜市场 顾客明显比以前少了很多 因为菜价实在太贵了 由于燃油价格上涨 运费增加 再加上降雨过多 导致蔬菜减产 今年德里市场上的西红柿售价 从每公斤25到30卢比 约合人民币2.1到2.6元 涨到了每公斤60卢比 约合人民币5.1元 土豆 萝卜 茄子等蔬菜的价格 也都上涨了一倍到1.5倍 日本 恶性通货膨胀来了 全球供应链危机还蔓延到日本 最近日本的肯德基出现了 无薯条可卖的窘境 目前在全日本的肯德基门店中 薯条短缺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 作为薯条原料的土豆 是从美国和欧洲采购的 但由于美国和欧洲物流停滞 运到日本的薯条 无法按时到货 造成供应不足 预计到本月22号 日本全国的肯德基门店 才能重新恢复薯条售卖 供应链危机 也令日本进口肉类价格飙升 目前从美国进口的牛蛇批发价格 涨到了去年同期的1.8倍左右 由于成本翻倍 这家专门经营牛蛇的餐厅 将部分菜品的价格 上调了300到400日元 约合17到22元人民币 受涨价潮影响的不仅是餐厅 还包括日本超市 由于进口小麦价格上涨 日本各大面粉公司近日纷纷宣布 提高商用小麦粉的价格 这也将导致面食类产品和面包 等食品行业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 受到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价格 上涨的影响 日本十家大型电力公司 都从本月起上调电价 以东京电力公司为例 单个家庭每月平均电费 将会达到7238日元 约合人民币420元 比9月上涨2% 另外 四家大型燃气公司 也都上调燃气价格 这些都给日本消费者的日常开支 增添了不小的压力 有专家预测 未来每个家庭一年内的生活成本 将会增加28000日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1600元 日本经济学家认为 目前的通货膨胀 属于恶性通货膨胀 即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等原因 导致物价上涨 但工资却没有上涨 通胀无法刺激消费 今回一言で言うと悪いインフレ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原油というのは我々の生活の非常に必需的なものに影響を及ぼしますので 漁師とか農家の方々には非常に負担が行きますし 逆にそれを魚とか野菜果物の値段に価格転換すれば 我々の消費者が負担をこむると 在国际空間站停留了12天以後 俄羅斯電影設置所于17日如期返回地球 設置所此行的是為了拍攝俄首部太空電影挑战 影片講述拯救一名急需手術的宇航员的故事 此番太空之行可謂是一波三折 5号 两名俄羅斯電影人 与一名俄宇航员一同搭乘 联盟MS19号飛船飛往太空 在與国际空間站對接的時候 自動對接系統出現故障 根據地面飛行控制中心的指令 俄宇航员手動完成了對接 三人進入空間站的時間 比原先預計的晚了近一個小時 返航的時候又發生險情 当時聯盟號發動機点火測試結束以後 推進器動力仍未停止 導致空間站失去了平衡 翻轉了57度 並持續了大約30分钟 而地面控制中心迅速採取了糾正措施 使空間站姿態恢復正常 站內人員未遭受危險 好 更多內容再来看走速來 近日在羅馬尼亞舉辦的 第十屆DOTA2國際邀請賽落下帷幕 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 五名小伙子組成的戰隊 3比2戰勝中國隊奪得冠軍 他們將獲得超過1800萬美元 約合1.17億元人民幣的獎金 DOTA2國際電競邀請賽 創立於2011年 是一個全球性的電子競技賽事 每年一屆以高獎金為所有玩家瞩目 18號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 克里姆林宮官網上發文祝賀 普京表示有史以來第一次 來自俄羅斯的俱樂部 贏得了這一著名的比賽 幹得好 近日泰國蘇美島保護區內的一頭小象在蛋糕上 打滾的畫面在網上迅速走紅 視頻中工作人員為這頭小象和其他大象準備了蛋糕 小象性衝衝地走進蛋糕 一腳踩了上去 然後還趴在蛋糕上 僅僅一分鐘內 漂亮的蛋糕就面目全非 這段視頻還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過400萬網友的關注 網友稱小象和自己家的熊孩子沒有什麼不同 18號上午 日本真子公主的未婚夫小士龜在東京拜訪了 邱小公夫婦並商談結婚事宜 真子公主與小士龜是大學同學 倆人在2017年宣布訂婚以後 由於小士的母親與他人有金錢糾紛 倆人婚期一言再言 隨後南方前往美國留學 這是她與真子公主時隔三年以後再重聚 婚後 真子公主與小士龜將移居紐約生活 且不再享有皇室待遇 但仍受皇家典範的約束 近日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多地持續暴雨 引發洪災和山體滑坡數十人死傷 在洪水的沖擊下 一棟兩層高的民宅瞬間被沖垮 洪水沖向一輛公交車 乘客們只能破窗逃出 湍急的河流中 可以看到有人拉著繩索求生等待救援 暴雨還引發泥石流 河道暴漲導致橋樑被沖毀 據印媒報導 印度陸軍和海軍人員 已經進入喀拉拉邦 開始救援行動 據俄羅斯防疫指揮部最新消息 俄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 連續5天刷新記錄 10月18號 俄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34325例 莫斯科市副市長拉卡巴宣布 將在市內繁華地帶新增 30個快速核酸檢測點 莫斯科部分中小學也啟動了新冠快減服 俄衛生部長穆拉什科表示 近期新冠發病率上升 與居民活動和全國新冠疫苗接種率低有關 隨著韓國新冠疫苗接種率的提高 出淨油開始回暖 塞班島是第一個與韓國簽訂 旅行氣泡協定的國家 今年年底前的塞班島旅遊產品 預訂人數已經超過了8000人 關島的人氣僅次於塞班島 一家旅行社的關島旅遊產品 片刻間就有100多人下單 創下了今年最高的銷售額 業內預測明年旅遊需求將全面復蘇 新亞洲文天下 感謝收看今天的節目 各位觀眾 再會 感謝收看 感謝收看 感謝收看